人提就听到康熙要赶人营走 心欢喜到什么 他联忘带人进去 扎家衣笑着要扶人营 人营这时候什么都不理 他见到人提的样子就很得戏 无名火起 一巴就照着人提的臉上升 然后对康熙扣了头 瞪瞪声就走了 康熙见到这么越发怒了 他大声地说 你们几个跪下听朕讲 现在有几道诏书要赤鸽意的 人提 你传子给几个大哥 你告诉他们听 如果不奉旨而出界得债的格杀物论 对人营虽然无名字 但是朕已经废了他 不用将他当作太子来看 连他的说话也都停止代走 印提认了声就出去了 看起灵转发面对张燕玉和马齐说 不能够不防被印刑作怪 要立即将灵转发现 并且叫人将他押回北京拘禁 另外 发信给各省的督府 多余的说话不用说 就是说停用太子的玉璽 另外 非凤特指 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够善调一兵一出 另外 快点叫人去打探一下 狼审到底去到哪儿 他如果来了 也都不需要见证 叫他先将八大山庄补好 说完之后 康熙就站着在那儿等人做事 张燕玉就急起草与止 康熙就过了一下木 然后用玉璽就盖了印上去 立即就交给文书房派发 所有的东西搞定了之后 天都差不多光了 隐隐约约 软软的地方 传来几声鸡蹄的声音 康熙正想说一句 文鸡起没什么什么的 谁知道突然间 面色苍白 双手就猛地震 抽了几抽之后 他就说 浸头很痛 他伸了摇摇摆 整个就躺在那儿 吓得太监红色的位置上来 这个叫皇上 那个叫主上 马齐和张燕玉也都扑上去 猛地在那儿叫 皇上 皇上你怎么了 皇上 快点 快点 叫太益过来 在外面的张五哥 听到里面发生的事 三步合同两步跳进来 冲到康熙身边 大声我说 主上 主上 曼少爷 曼少爷你醒醒吧 我是张五哥 是你救回的张五哥 你抹大小眼看我吧 张燕玉 你见张五哥一味在那儿叫 并且在那儿哭 急得他什么 他说 你放什么 你的职责是守在外面 快点 快点出回来 而他自己 放到手腾脚震 就差几乎扑到 康熙这边 就乱乱了 印提出去了之后 传子又如何呢 印提 就去到戒得齋 传了子 因为看到大家都摔下头不说话 于是又安慰大家 皇上说了 不诛炼也不牵累 所以你们都不用慌 就算是人赢 只要确守神道 静思养过 我想也没什么事 因此 所有的事情 都由大哥我去搞定了 你们就不需要做一些无益的事了 十四哥就见他说得这么得戏 于是向人堂的耳朵笑着 大哥今天可能吃了蜜蜂糞 你看他这样的样子 印堂微微笑 印字在旁边就诈听不到 那个印堂就最喜欢辽氏斗飞了 他伸个头上去 笑奇奇地说 你看一下现在这样的镇长 我真的要恭喜大哥你才行 你看一下你臉 直红得放光 喂 是不是有什么机密 不说得给我们听 来 说来听下来 说出来我们都开心 喂 是不是做皇帝有你份 印提就扎戒衣好认真地说 十弟 你不要乱说话了 这些事不是我们去讨论的 印娥一点都不在乎 他就戳了戳了眼 他说 我现在又不是说想做什么 我说更加不是想做皇帝 问一下而已嘛 有什么这么厉害呢 只不过大哥你今天拿光了 在乱粒粒的大将里头就陪着父皇 难为我们几兄弟在外面 跪着雪 那树就冻到嘀嘀阵 大哥 不断关照我们了 虽然你又不敢作主 擅自叫我们进去 只不过叫你弟兄 拿柴出来点着它 让我们背着火也好 印提就说 你想死吗 万岁爷今天发大火 连印刑的说话都不准喘 正话呢 我去看过他 他对我说 说父皇呢 说我这样不是 那样不是 我也没什么所谓了 但是说我谋亦杀苦 我想都没想过的嘛 叫我帮他呢 在父皇面前说 哎呀 别了 这样东西都得了的 我就跟他说了 你有什么话你自己跟他说了 哎呀 没办法了 我真是爱莫能助的 我刚才才跟人形说的了 所以呢 十弟你还要说 拿堆柴来背火 伤冲你的胃啊 跪在旁边的人真 想了很久 终于打定主意 心想 横又死定又死 与其和这一帮人折磨死自己 干脆和太子求情就更好 反正都要死的了 于是冷冰冰地对人提说 大哥 我们都是自己的兄弟而已嘛 何必落井下石呢 其他就说什么呢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 叫你和父皇说声 那你和父皇说声又何妨呢 印象就接着说 没错了大哥 你这样做真是不对的 我们都是自己的兄弟 你这样做怎么可以的呢 印提到了这阵时 才知道几兄弟的心思 和自己是完全不同的 好后悔正说自己失言 于是干笑一声他说 你们不要这么说 老老实实 不准代咒是父皇的旨意 我怎么敢抗旨呢 他说不代咒了 我怎么能够代咒呢 算了大哥 大人有大量 父皇只不过在戏头上 说的一句话而已 你都当真的 谁能得到自己没有三催六王的 你帮着手你都说不行 还要说执政来做 你浪费吧 人提见忠口一致反对自己 这样才知道自己得得戳戳的样子 被他们发觉了 于是乎他就说 喂喂 不是我不想的 是不敢的 现在这件案件都没搞得清楚 所以连你们未必会走得掉 所以何必大家一起拿来衰 人真是人呃也帮自己说话 胆子就更加大起来 他双手一撐 站在身 他说 大哥 如果你不说的 就我去说吧 我现在是棍网 也都有席咒之权 你到底说不说的 印字和印堂呢 也都纷纷起身说 好了 我们一起进去吧 印提呢 原先想着太子倒台 起码印字呢 都会帮着自己的 哈 谁知这几个人呢 不帮自己 不单止 还反而和自己唱对台戏 心啊 生气到什么 但是他巴口依然说 喂喂喂喂喂 你们不用看着我了 老耳这一次行衰运 其实我的心难道好过吗 既然大家兄弟都说这样做了 那我就尽管进去试一下吧 说完之后就掉头走 咦咦 这份人情你自己一个人想撈啊 那帮阿哥一看 咦咦咦 咦咦咦 这么大份人情你拿去都可以的 于是一个个站起身就跟着他去 而这时候 首先提议的人真呢 静静地就拔了拔人墙 叫他不要跟着去 于是人墙就站住就没有进去 过了一阵 人字呢 和人子就走了过来 人子呢 很认真地说 你们两个不要动 有志意 人子呢 就向前走了一步 他说 皇上 刚刚听了阿哥的那番说话 他降止讲 所咒的是对的 人形生死分制 在此一言之中 叫人真和人提两个人 监理人提的饮食行动 不可宽众 也都不能够虐待他 以免哭浸之不忍 因此 人真一听 哦 那还好些 因此心就觉得宽慰了很多 于是就说 以臣领子 这阵时 人墙就担高头去问 八哥 你刚才宣如什么生死分制的说话 究竟是皇上说的呢 还是你说的 兄弟我没有听明白 人字一听 心就在这儿鼓了 十三 你好 于是 人字就说 哦 这个当然是皇上的说话了 十三 你醒定点啊 皇上还有说话问你啊 皇上说 人墙首遇 调兵灵谱入院 经查证 所谓逢皇太子语 显然是偽造的 经皇子印提 人子 人字 人堂 等几个皇子 辨认过不职 最后认定 是人墙的亲笔 所以 有子问人墙 朕看你数日 尚熟成讯 为什么 今天无端端 擅自调兵入院 这样的举动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人墙你 据实回答 人墙和认真的听 当堂的耳朵 嗡嗡声的响 那块面 当堂白得 好像白纸 各位 其实 这个首遇 不是人墙写的 是谁 就是白纸 人字本人 为什么以 人墙的名义 写这句首遇 我相信 大家心里 都很清楚 那天 他偷偷地 和十四约 商量 仿了人墙 不职 要宁抱 带兵 开入山庄 用心 算是阴毒 而这阵时 仁子 还炸炸帝帝 叹了口气 他说 十三弟 我怎么说你 你太过分了 这种事 都随便可以拿来玩的吗 如果你想 执回一条命的 就立刻去认罪吧 我们当然不会 就手旁观的 如果还一味 在这支支吾吾 到时 天师傅 都救不了你了 你 人墙 惊得 周身都在这阵 将你牙咬到 咳咳声 他说 好 好 八哥 你这么悲天然人 好 我真是好多谢你 不过对不起 你这个仗 我不是 你照我原话 同万岁说 要杀要寡 由得他老人家 调兵的文书 不是我写的 我没有写到 这件事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人死无知 万事拒忧 如果死而有之 我一定会变成厉鬼 谁做出这件事 再装害我的 我要他陷阱死绝 印字微微笑 他来转头对侍卫说 扶起仪贝勒 暂时将他扶到 配电的树休息 十三弟 你静下吧 你不要发火住 或者可能你是喝醉了酒 听到哪个小人疏败 就写了那件事而已 你这些字 那些人一认就认出来了 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的 对了四哥 你过去见一见大哥 印刑和印墙两个就交给你了 话说废太子的名照 虽然还没颁保 北京城已经是谣言四起了 黄闲就是印刑的老师 那些人呢 起初都不太相信的 即使听到人家说 太子被人废了 他都是一笑自知 到后来 接到庭用太子印刑的诏书 这阵时才的方 他连忙赶到上书房 去找上书房的大臣 童国围 童国围见到他之后 很客气地对他说 黄勇 看你的面色就不是太好 来人 将我的那碗心汤拿过来 力给黄勇喝 对了 这段时间就太过忙 本来就想到府上 同中堂 我这种病 不可以用心汤 你自己喝 我来见你 不是拿这碗心汤来喝 我想知道一下 太子在城德 究竟出了什么事 童国围迟了一下 他亲自倒了杯茶 递给黄闲 他说 郭勇 其实我知道的和你一样 这几天 老童年和老朋友 都经常来问起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和他们说 如果你要问同中堂 我就只能够跟你说这些了 如果你要问同国围 那我们私底下 还有句真计谈谈 不怕老实说 我想太子肯定是出了事 黄闲见同国围 这样的神识 过了很久 他才说 同中堂 那你说的不是假的吗 我想估计都是十有八九的了 那真是多谢你了 黄闪说完之后就低下头 没出声 其实同国为知道的点子 三头两日就有一封口口信 平述成德事变的情形 而人治还特别关照他 要抚慰黄闪 那里头的意思就不言致命了 新黄闪门生极多 虽然没权 但是很有人望的 瞎着一个就等于瞎着一大群人了 他瞎着看黄闪 他说 何庸 这件事我不是乱估的 因此 我觉得你还是尽早作打算为好 太子应该不是事小的 半个月之前 无端端又吠到郑贵人 把他送回北京 当时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有点失疑了 后来 我在兵部的书得知 皇上 调了狼审去保护成德 成德现在有兵的 是灵统率领的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后来又停调兵院 又停用太子的印洗 那这些事 继继埋埋 炒了一碟 或者呢 是出了公委之变 也有知的 童国卫虽然说了这么多 但是呢 密信里头的事 他只字不提 讲到这些事 他叹了口气 他说 王公 你是太子的老师 我实际上真的很担心 你有什么打算 是不是说出来 说不定呢 我可以帮到你都不出奇的 黄闪干咳了一声 他说 这件事我就没什么打算 我尽职尽手 我尽忠心就是了 讲完之后 在乞统里面 就拔出一张纸 递给同国伟 同国伟打开来一看 这张纸上边 就密密麻麻 写了很多人的人名 上至上书 大理至光禄至兴 下至科导师观 有些懂得 有些不懂得 同国伟不敢打个特 他问 这张纸 为什么没有落款 又没有提头 证文是什么 黄闪喝一口茶 他说 这女头大半都是我的门生 他们都是保太子的人 正文还没移出来 是因为消息真假 还没订得下来 所以就没明照 一旦朝廷班 只要废了人形 我们立刻去派发 那你叫我 也在上边签个名字 哈哈哈哈 可以 我就签个名字 说完之后 他不加思索 就在黄闪这个名字旁边 就签上同国为三个字 然后将一张纸 递回给黄闪 好了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就请听下回分解 请听下回分解